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走 董事长 参谋长 团座 日本人那边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 秦平 你不会记错了 不可能 这些圣男的信上 写得很清楚 再耐心点 不会出什么岔子 日本人发现怎么了 让地平稳 小心点 好 老板 别紧张 我们只是接贵宝地 办点事情 有什么责任 你记住了 我叫杜清明 将来日本人追究下来 就说是我带人干的 至于这儿的损失 你放心 不会亏待你的 枕头 去吧 差不多了 到时间了 咱进去 真进家 那万一小鬼子跟咱使坏 咱俩个谁也跑不了啊 怎么到了关键时候 你打退堂鼓呢 现在走 那让小鬼子知道了 乃不满事也嚷嚷 说我杨志华也打小鬼 以后还怎么跟咱们干呀 你啥 你别老那么紧张拽着这个 一会儿 一会儿你炸不着日本鬼子 再把我给炸着 稳定点 走 参谋长 团座 杨志华来了 就在外面 来 这儿啊 对 来了 告诉弟兄们 职业生难马上就到 做好准备 好 是 尊家就是颜志华吧 对啊 是我 杰野大佐让我来接你们 他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 为你接风戏尘 不是说好了 他在这茶楼喝茶吗 怎么换地方了 搞什么鬼啊 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大佐说 还一个更为好的地方 为你设业 吃饭需旧而已 我们大佐还说 杨志华肯定不会害怕的 那他还真说对了 我还真不知道 什么叫害怕 吃饭就吃饭吧 吃饭这总比喝茶强 对不对 对 还是吃饭好 真好饿 那阿卫请 做这个 对 什么意思 走 跟上 不是说好在这儿接到的吗 搞什么灵堂 那可你还咧 还咧 还咧 干杯 清明 咱们被鬼子包围了 早做 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怎么办 慌什么 告诉弟兄们 被鬼子拼了 报告 茶楼已经包围完毕 要不要现在就逛进去 再等等 职业大佐特意吩咐过 先不要轻举妄动 是 大佐阁下 茶楼的人已被封锁住 春母少佐 已经把杜青明完全迷困 曾经我最得意的两个学生 等一下和我就要相聚了 大佐 爸 清班 职业大佐就在里面 在这儿 对 就是这里 最先楼啊 进吧 好 好地方 清亮 这小鬼子耍什么花招 怎么还不成功呢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弟兄们 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动手 杜青明既然自己送上文案 那就送你和杨志怀一起上路 自己叫你和杨志怀一起上文案 黑帐 好地方 你 无人家走 你就都知道了 你并不能处阻起来 你帮你和杨志怀此很明显 已闻 还能处起来了 想想那么多年没有见面 我略备了几杯小酒 请坐 我说 怎么样 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清明也在你那里 他还好吗 我们过得好不好 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就说当年吧 我第一次见你 你穿的是西装 再见你 你都穿上军装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拜你们所赐的 真是贪指一回见 转眼数年 我们变化都很大 我曾在讲武堂说过 我不希望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可是现在 我们却在战场上 短兵相见了 造话弄人 这好 新线一战 如果不是你幸运的话 不是 等等等等等等 新线一战 你记错了吧 新线一战是你幸运 你运气啊 否则的话我一炮 就把你给炸死了 不提了 不提了 都怪我呀 学艺不精 对吧 把有些话呀 留着 留在心里 等你们投降的时候 咱们再慢慢地续 咱们聊正事吧 你还是和原来一样 爽快 这样吧 我开门见山 这段时间贵君 和我们有一次交战 你们是不是在战场上 捡到了一把局 不是捡 是缴货 不瞒你说啊 自从跟你们开战以来 我缴获你们的军刀 可以摆屋子了 你说的是哪把呀 可这五蕴长 就有四个字的军刀 五蕴长 有这刀吗 有啊 这切土都是挺快的 是这样之后啊 这把刀 是我们长官的一把刀 意义非凡 其实这次约你来 就是想跟你商议一下 把这把刀还给我 还 缴货的东西 能那么轻易就还了吗 那你们占了我们中国 这么多地方 商量商量能还给我们吗 这把刀对于你来说 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对于我们的展望来说 意义不一样 要这么说的话 也可以 那怎么着 你也得给我表示表示 说吧 要求是什么 那个 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五百发炮弹 你这些狮子大开口 一把刀坏那么多东西 我这买卖太不划算了 志颜 要说做买卖你好好想想 刻着五蕴长久这把军刀 是你们那个什么什么 天皇御人 赐给你们那个长官的 如果他把刀给丢了 他的命也就没了 两门炮 五百发炮弹 换一个人的命 你想想值不值 别着急回答我 想清楚了呢 可以给我写信 至于这饭呢 我就不吃了 你们这日本饭吧 我实在是不爱吃 不管吃多少我都吃不饱 下回下回再见 忙一趁 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 什么意思啊 不守信用是不是 我这儿跟你谈刀的事 你想要我的命是吗 来 志愿俊 看着他 志愿俊 您怎么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在成都的茶楼吗 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老师 茶楼枪绳大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刀呢 我的军刀呢 老师 您听我解释 我已经控制了局面 我才想办法 要回您的军刀 您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擅自改变计划 我要至罪于您 任阳 我毁了我的军刀 我不想冒险 老师 滚开 你就是杨志华 你是港本吧 我是港本 我只想要回我的军刀 我的军刀在哪儿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们谈 你军刀的事情 可你看看志也 志也这么对我 事实上要谈事的样子吗 把枪的方向 老师 我的军刀呢 刀啊在我们那儿 是不是写着五蕴长脚那把刀 对 红色的 对 在我们那儿 刀可以给你 但是你总得表示表示吧 是 有什么条件 其实很简单啊 我就要让两门 等一下 老师 不要听他的 杨志华 今天你胆敢妄为 你和杜清明 都走不出这个城市 杜清明在城里边吗 出嘴 让他继续说 可不老师 你给我站着 说 你有什么条件 两门九二十步兵炮 五百发炮弹 在外加几个制弹桶 可不老师 不能答应他 快出去 别动 都别动 我让谁敢动 都别动 直言 如果应该开销的话 我们就两条烂命 可是他 肯定是活不了了 我们一块儿都上天 杨志华 你把人放了 我答应你的邀请 别蒙我 把他放下 我还不打成筛子了 干嘛 别怪我们啊 是他不受信用在先 你想怎么样 让他把杜清明放了 把杜清明放了 那我就放了你 哥布老师 可以 哥布老师 混蛋 你想害死我吗 哥布 还是你识识误 咱们城外换人 可以 出闲 出门 出这射击 不让凯上了 停射击 出下 杜清明 出来 清明 走 铁头怎么在这儿 启明 这什么情况 碧云门 小心点 职业圣男你个老鬼子 我今天来就是来杀你的 我要替我全团的弟兄报仇 你错了 杀死你全团战士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闭嘴 就像现在这样 你自大盲目的进城 现在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 你看看现在这样 你能走得出去吗 把这放下 杀死你了 杀贤铭 你和杨志华都令我骄傲 有胆识 不愧是我曾经最喜欢的学生 我非常欣赏 杜卫 谁 杜卫 没事的 我们营长绑了他们一个中将 他们不敢怎么样 他现在就在城外等着咱呢 没事的 你过来吧 带路 优优独立 军舍南 别过来了 停 停的 再往前走开枪了啊 杜雪苗 赶紧过来 你们快过来 铁头 杨志华 你听娘傻呀 那是个鬼子中将 咱们几条的人命 换他一个人够了 哎呀 少废话吧 要不是你们这儿捣乱 我早就成功的 把钢盆给劫折走了 你就煮熟的鸭子嘴硬吧 要是没有我们几个牵制 今天站这儿的就是你 哎呀 你别废话了 要不是你们 我早走了 你要愿意过来赶紧过来 不愿意过来呢 我就带着钢盆走 你们陪志华省在那儿喝酒 少废话 李杨志华 我们一起放人 钢盆 我看你这儿挺想信用 我可以放了你 但是你要想换回你的军刀 你给我准备啊 两门九二式重炮 五门迫击炮 四个支战筒 还有 五百八炮大 我答应你的条件 我准备好一切后 会通知你 希望 你能遵守你的诺言 你们走吧 退后 咱们一起放人 快过来 快过来 走吧 杜小华 你们先走 走 行 快 先走 走 站住 志亚军 把枪放下 放下 你不能毁了我的军刀 撤 就说你小王 没事你往城里跑什么呀 你这不是给我鼓乱吗你 你还有脸说我呢 我倒想问你的 你是不是头天晚上就想好了 自己进城把我甩下 对啊 我就应该把你给甩下 不甩下你的话 你和那黄振涛 你们不是差点死在城里边吗 那你好 大敌当前你不想怎么杀职业生男 你想得跟人做买卖 你说你是什么人啊 我这一切不是为了部队好吗 你以为我真是他们做买卖呀 你进城这么一搅和 我所有的计划全都乱了 我不做买卖也不行了 你不还是想做买卖吗 你有本事上战场缴货去 那才叫爷们呢 我兵不血刃 照样能换来装备 这也叫能胆 你就吹吧你 你换来了吗 人家答应你了吗 你大人傻子 行了行了 能活着回来就稍高兴了 他吵什么呀吵 老贼 照样你给评分力 你说他是个当兵还是个商人 我看连奸商都不容 张口就管人要两门九二炮 五门排击炮 还有制弹筒 你怎么那么大口气呢 老雄 我觉得这事有些不同 咱部队的记底面清楚 所有的战利品都要上交 这把军刀我已经登记在侧 而且这两天就要上交了 这事我知道 但是你好好想想 就算把破刀 这把切土豆的破刀 能换了多少东西 两门九二炮 五门排击炮 还有制战筒 还有那么多炮弹 咱们换装备干什么呀 那不是也到战场上 打小鬼子吗 话是没错 但技力是铁打的 没得上呀 你要是拿军刀换武器 只要吕不同意 我个人没有意见 不 你们共产党还得灵活 营长 杜杜伯 志导远 营长 赵尔桑您的信 去吧 是 智野盛南 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差咱们一句话了 我行 老杨 这事这样 你跟张政委通报一下 他是你的老上级 也许会同意的 不不 老陈 这事你得去给做做工工 你 你不知道缘吗 你不是不做买卖吗 不是 这不是战术吗 这事交给我了 啊 俩天生 糊涂 咱八楼军是有纪律的 怎么能让你胡来呢 你怎么能私下里和日本人做交易呢 政委 那我也是破破都已啊 你现在把我们扩编成炮兵营了 可装备呢 装备一点都没破编啊 你说什么 我们是炮兵营 这人家听了都笑啊 真的 没有炮叫什么炮兵营啊 您不给我解决装备 那我自己想办法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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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给我来这套 别在我这儿装可怜了 怎么装可怜 我不是给了你四门炮了吗 您就别提那四门炮了 那四门炮比我岁数还大的 每次我开炮的时候都担心 它能炸了糖 你们那儿的情况我知道 但是 凡事得讲究个方式方法 不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来 要是大家都和你一样 那还不乱套了 这不对 我以后还怎么管理 怎么调度 是是是 您说得没错 您教训的也是 我肯定是记住了 那个 要不您看看 这次就先这样 咱下不为例啊 肯定是下不为例 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个侄爷 会这样老老实实地和你促交易吗 他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 跟我交换东西 但我也不会老老实实地 跟他去交换东西啊 有一点我向您保证啊 我一定想办法把装备给换回来 而这把军刀 我绝对不会给他 行吧 不过 这把刀绝不能交给日本人 这是纪律 要不然 我没办法向旅长交代啊 知道吗 您都答应我了 我能给您掉链的吗 保证顺理完成任务 杨志华这个混小子 几天不懂娄子 他就劈痒痒 不过这事啊 也是事出有因 不能全怪杨志华 杨志华这也是歪打正着 好 对咱们来说 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那你说说 怎么个百利无害啊 炮兵营物资匮乏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我们可以从日军手里 弄批装备 来解炮兵营的燃眉之急啊 这七二太原失守以后 日军的气炎十分嚣张 我们可以借此 大错日军的锐气 这七三 卫长官的司令部 已经退守到了中条山 目前全国的抗日情绪 出现低迷 需要来一次振奋 这可是个大好时机啊 也对 报告 进来 叔叔 给杨志华的东西 已经都准备好了 知道了 还有事吗 恕我吃烟 您就打算把这些东西 乖乖地交给杨志华吗 这些东西 一旦到了八路军手里 最终受害的 还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啊 杨志华跟我玩游戏 那我就奉陪到底 放心吗 欧戏还在后头 你应该是多了 这些东西 我就要看 你去这些东西 你对这些东西 是財政了 你也会想到 我来讲的 潜在那里 会不会费车 你去到这里 我来讲的 我来讲 我来讲 你来讲 我来讲 这是我来讲 你来讲 这职业老师还算是守时啊 那你们是不是也该遵守预定 东西都带来了吗 刀可以还给我的吧 给你刀啊 只怕我把刀一给你 我和我这些兄弟都没命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放开 带走 什么情况 谁让你们出来的 回去 是 行了 知也 别演戏了 你心里想什么跟明镜似的 想要刀赶紧交东西 可爱什么玩笑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东西 这个东西认识吧 我先把刀线给你 也算是够有诚意的了吧 我们的东西呢 这就是你们的诚信 好吧 我只能给你们抛弹 那 这 这 把刀给我 知谁东西 都是你们的 这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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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慢点 之夜 你老老实实地 把军医手撤下去 否则的话 我让他们有来无回 全都死在山坡上 刀给我 你的刀啊 在那儿呢 巴克 杨志豪 这就是你们说的仁义吗 卓爷 把圣人的炮弦都给我 我自然会把你那把破刀给你 同志们 搬炮 支野 你不仁 我并不是不义 刀就在那个山坡上 你可以随时去拿 但有一点啊 如果你要再耍花招 我也让你有来无回 还有啊 下回有什么好买卖 记得叫我一声 谢了 巴克 集合队伍马上上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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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快 快 来 快 不 你不怎么手 快 快 Tous 没一个好鸟 走吧 走 属下责无旁贷 我愿意接受责罚 混蛋 责罚 责罚你就能换来宝刀吗 我一再提醒你 一定要小心 可是你 属下知道 赶出去 我不想见到你 滚 赵弟 这八二炮真棒 我听杜教官说啊 就这种八二十捆击炮 破坏力特别大 只有鬼子的炮兵连队 才有这种装备 自打我到了咱队友之后啊 就没见过像现在 这么富裕过 咱这一下腰管就硬起来了 那鬼子再来招咱们 就揍他娘呢 你们说啊 咱用着日本人的炮 跟日本人的炮弹 打日本人 这啥感觉 舒坦 这就叫啊 羊毛处在羊身上 贴气 叔叔 请息怒 杨志华 失会一些小伎俩 不过那都是旁门左道 如果真正像五世一样 在战场上拼杀 他一定不是您的对手 迟早有一天 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以不我在昆明犯下的错 老杨 你可真行啊 不费一枪一弹 从鬼子弄来这么多武器 连两儿 还给只眼一门炮 不费一枪 不批评他了 不是 我是指导员啊 我得坚持原则 他下次这么干我还不同意 不过你要去 我还陪着你 行啊 不管怎么说呀 咱们呀 小伙回来这么多门炮 那这心里边 还有点那个小得意呢 太值得得意了 这炮和炮弹 以前威力大多少了 恭喜你们 炮兵犹有强大了 杜前面 有个事我得请调啊 你说上次 咱们借着小日本那个运输队 他们不是有一辆装甲车吗 那铁皮那么厚 咱们的话呢 根本就打不透它 咱们现在 能不能把他那个铁皮给打透了 有难度啊 知道吗 那是日本人九七式装甲车 配备的是九七式 五十七毫米短身关火炮 能设榴弹炮和穿甲弹 还配有重机箱 外壳是六到十八毫米的钢板 硬度是老鱼数的几十倍 如果说我们没有穿甲弹 或者研制出火力更大的火炮 眼下是任何办法都没有啊 来 去那边吧 往那边送 好嘞 好嘞 轻点 别磕了啊 邓主任 邓主任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后勤部 这个时候把药送过来 这批药对我们卫生队太重要了 你就甭跟我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那邓主任 我去清点一下药的数量 你先忙 谢谢啊 木兰 有个事儿问你 什么事儿 我听说 国民党的那个教官杜清明 我们一直在追你 有这回事儿吗 您怎么想起 问这个事儿来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杜清明他虽然长得一表人才 但是他其实是人面寿心 咱可不能答应他 再说了 你是巴洛娟的医生 他是国民党的人 你们俩要结合了 这也不太合适吧 邓主任 你就放心吧 我压根儿啊 也没想跟他结合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木兰 咱话说回来啊 女人这辈子啊 得有个归宿 你不能就这一辈子 自己一个人这么过吧 要不这样 我给你介绍对象 咱们队伍里啊 有哪些条件好 够级别的男的 我都清楚 都知道 这事儿包我身上 我肯定给你介绍一好的 行吗 邓主任 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 再说 我不是还有小华呢吗 我觉得我们俩俩 就这样一辈子过了 也挺好的 那你就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结婚了一辈子 难道 你心里还惦记着谁 不想结婚 没有没有 邓主任 我心里啊 谁也没惦记 我现在就惦记赶紧工作 我呀赶紧去数那批药了 您先去忙吧 谢谢啊 老张啊 这下我们独立旅 可是名声大噪啊 杨志华换炮的事儿 不光是全国各大报纸争相转载 就连这群众周刊 上面也写满了国内群众的赞誉啊 这说明啊 民众的反应还是十分积极的 这无疑给目前抗日情绪的低迷 带来了一次振奋 杨志华功不可没 我说啊 杨志华这小子还真行 弄回来的装备 给全旅其他的部队也分了点 对了 还有啊 国民政府也发来了表彰贺电 国共合作啊 抗日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不过两党之间啊 历来是嫌隙不少 这势必会影响抗日大局 如果我们能借此事 加强两党之间的交流 那就更有利于 我们以后协同作战 共同抗日啊 是啊 报告旅长 您安左部发来电文 好 彭总亲自贺电表堂 这小子 他还成红人啊 是吗 记得报纸 你看过了 看过了 有一征板 都是巴勒军的报道 我军将士玉学奋战 在正面战场 独击日军数十万 仅心口一战 我军坚持二十日 击毙击伤 敌军两万有余 挫伤了日军的锐气 可这次 偏偏让杨志华这小子 捡了个大便宜 八路军更是竭尽宣传 借换刀之事 出尽冷风头 师座息怒 杨志华呢 不过是一届马夫兵而已 成不了什么大气 对了 请您在八路军那边表现很好 是不是该让他回来呢 他能不能回来 我说了不算 还是让他 耐心地等等吧 是 还有 中桥山是关中的龙虎 日本人 是中桥山为华北战领区的 最后一劫茫场 此地 战略重要 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呀 我们必须转时间 建筑古宫公事 越快越好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当虚幕拉开的瞬间 音乐传来着旁白 玫瑰宫公事 玫瑰的舞台 玫瑰的舞台 曾会有凄凉的告白 太队哥 太阁了的诗句 翻试不了情商的黑白 戏剧的最后注定已悲剧收场了 爱散了 胸放了 熄灭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跟了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当剧中人三只剩了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是谁在 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 切断了爱情的动脉 笑着说的永远 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爱散了 胸放了 梦碎了 梦碎了 不想怎么偏有去想的 曾记得是哪个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未经许可,不得了 未经许可,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